第七章,你该租屋还是买房?如何思考你的最大比购买?我的外公外婆在1972年以28,000美元买下他们在加州的房子,现在,这栋房子价值约60万美元,增值超过20倍。就算经过通膨率的调整后,这栋房子也增值至三倍了。 但是,除了财务报酬,我的外祖父母也在这栋房子里养大了三个孩子,包括我妈,以及部分地养育了七个孙子辈,包括我。 我爱那栋房子,我的圣诞夜几乎都是在那栋房子里度过的。 我还记得在那栋房子的厨房里吃外婆做的,涂上美味花生酱的松饼,我还记得那张永久凹陷的沙发,外公会坐在那沙发上看电视。 我还记得我,小时候在那栋房子的外面跌倒,被砖块割伤了左边的眉毛,后来,每次照镜子时,看到那疤痕,我就会想起那栋房子。 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,很容易理解为何有那摩多人主张拥有房子,胜过租屋。拥有自宅不仅帮助你创造财富,还能帮助你建立社会性财富,提供养育一个家庭的稳固基础。 有些人认为,这种情感性质的投资报酬是无价的。 但是,在租屋VS买房的辩论中,把胜利颁发给买房这个阵营之前,我们也得考虑买屋的许多其他成本。 买屋的成本,除了得支付房贷,买屋还有其他种种一次性及持续性成本。 一次性成本包括头期款及购屋的相关费用,持续性成本包括税、维修、保险等等。 第一次购屋时,你应该要预期必须支付购买价格的3.5%至20%作为头期款。 要存挣磨多钱,得花时间,但下一章会谈到挣磨做的最佳方法。 除了存钱支付头期款,还有零零总总的成交成本,合计约位房价的2%至5%。 这些成交成本包括申办费、建价费、贷款办理费、审核费等等,有些卖方可能为买方承担这些成交成本,这取决于你或你的房地产经纪人的溢价能力。 说到房地产经纪人,这是购屋的其他大成本之一,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通常对他们协助买卖的每栋房子索取3%的用金。 若一笔交易中有两位经纪人参与,一人代表买方,一人代表卖方,就得支付总价的6%作为经纪人用金。 总计而言,购买一栋房子的一次性成本可能介于房价的5.5%至31%,是头7款,成交成本,雇佣的房地产经纪人而定。 若不介入头7款,购买一栋房子的交易成本介于房价的2%至11%。 所以,通常只有在购乌者将长住之下,购乌才有道理。 若你买屋和卖屋太频繁,光是交易成本就能把预期的价格、上涨率都得持掉了。 除了一次性成本,购乌的持续性成本也可能相当可观。 买了房子之后,你还得交房地产税、维修费用以及保险,幸好,房地产税和保险通常包含在每月房贷里。 不过,这些附加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一些因素。 例如,房地产税取决于你的房子、坐落地及现行税法。 2017年减税与旧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提高标准扣除额后,对许多佣屋者而言,实际上就失去了佣屋的主要好处之一扣减房贷利息。 许多税法的变更以及未来的税法变更将影响拥污成本,这是其中一例。 在保险方面,你居住于何处,以及你购屋时支付的头期款都将决定你必须支付的保险费。 头期款低于房价20%者,通常在屋主保险之外,还要支付私人抵押贷款保险,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,为了避免购屋者还不出房贷而形成的保险。 大约是你的每年贷款额的0.5%至1%。若你贷款30万美元,每年将支出1500美元至3000美元或每月125美元至250美元的私人抵押贷款保险费。 最后,从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角度来看,房屋的持续维修费用可能相当可观。 维修费取决于你居住何处,以及你的房子建于何时,多数专家建议。 每年的维修成本预算规划是你的房价的1%至2%。若你购买时的房价是30万美元,你应该预期每年的维修费近于3000美元至6000美元。 房屋为修除了财务成本,还要考量可观的时间成本。 我听过亲朋好友的太多故事,买房者就像有一份兼职,不论是请他人维修,或是自己做,要花的时间可能比你原先想象的要多。 这是更常被买房者忽略的成本之一,不同于租屋者,当房屋出了状况,买房者得修缮。 虽然,有些人在修缮房屋的工作中找到乐趣,但对许多人来说,这是烦恼与辛苦的事。 不论是检视买屋的一次性成本或持续性成本,移动房子有时会令人感觉像是一笔负债,不是一笔资产。 当然,租屋者也不能幸免于这些财务成本,这些成本可能已经包含在每月的房租里了。 不过,从风险的角度来看,租屋者和购屋者对这些成本的体验大不同,租屋者明确地指导债。 可预见的未来,他们将需要支付多少钱,购屋者择否。 例如,一栋房子在某年的维修成本可能是当初购买的房价的4%或0%,这会影响到购屋者,不会影响到租屋者。 因此,短期而言,购屋的风险通常高于租屋的风险,接下来一年,购屋者的相关成本变动程度远高于租屋者。 但是,看更长期的话,这就有所改变了。 租屋的成本,每月房租以外,租屋的主要成本是长期风险,这风险体现于未知的未来居住成本、居住状况的不稳定性,以及后续的搬迁成本。 举例而言,租屋者虽然能够把接下来12至24个月的住屋费用固定,但无法知道10年后的居住费用。 他们总是支付市场租屋价格,而市场价格可能大幅波动。 相较之下,购屋者明确知道他们未来将为住屋付多少钱。 更重要的是,租屋者的逐年居住状况不稳定得多,你可能找到一间喜爱的房子。 不料,房东大幅调涨租金,迫使你再度搬迁。 这种居住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财务核心理层面的烦扰,尤其是对想要建立家庭的人。 最后,由于居住的不稳定性,租屋者搬迁频率远高于购屋者。 这一点,我有切身感受,因为自2012年至今,我住过全美各地的八间公寓,平均一年换一间。 虽然,亲友帮忙之下,有几次搬家比较不花钱,但有时需要请搬家公司,且费用高得多。 不论从哪方面看,租屋者面临许多购屋者不会面临的长期风险。 但租屋者不太可能有的风险是,他们买房子的投资报酬率不好。 购屋作为投资,不幸的是,资料显示,在美国,以购屋作为投资的报酬并不是那么好。 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·席勒·Robert Schiller计算经过通膨率调整后的美国住屋投资报酬率,自1915年至2015年,年报酬率只有0.6%。 44更重要的是,这报酬有大部分是产生于2000年以后。 如图表7-1所示,从1800年代末期到1900年代末期,经过通膨率调整后,美国的房价指数基本上是持平的。 图表7-1自1890年以来的美国房价指数。 也就是说,在那100年间,经过通膨率调整后,美国的房价并无大波动。 虽然,过去几十年间,美国的房价上涨,但这重区是会不会持续至未来,我不是很有信心。 当你想把美国住房当成一项投资时,必须把它拿来和别种资产在同一时期的投资报酬率相较,这是所谓的投资的机会成本。 举例而言,我的外公外婆花28000美元买房子,在1972年至2001年间,每月支付房贷280美元。 2001年左右,这栋房子的市价约23万美元。 但若他们诺买房子,把这笔钱投资于S与P500指数呢? 若他们在1972年至2001年间,每月投资280美元于S与P500指数,并且把获得的股息再投资,到了2001年,他们会有超过95万美元。 这还不包括他们的投期款呢? 若他们也把投期款投资于S与P500,到了2001年,他们会有超过100万美元。 虽然,我的外公外婆住在加州,美国房地产史上,数十年报酬率最佳的地区之一,他们的房子赚得的报酬仅为美国股市指数投资报酬的约四分之一。 当然啦,从感情上来说,持有美国股市指数30年比偿还房贷要难多了。 当你拥有一栋住宅时,你不会天天取得这房子的是价报价,你大概也从不会见到它的价值跌了一半。 但股市就不一样了,1972年至2001年间,美国股市历经三次大崩盘,分别是1974年、1987年,以及网际网络公司泡沫破灭,其中两次崩盘的跌幅超过50%。 这使得房屋彻底不同于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。 你的房子的价值不太可能崩跌,但也不太可能是使你支付的长期票。 更重要的是,纵使你看到房价显著提高,也必须是你卖掉它,购买更便宜的别动房子,或是你卖了房子,改为租屋后,你才能取得这报酬。 这是否议指你应该永远租屋,把购屋和佣屋需要花费的所有钱转投资于其他资产呢? 未必。 如前所述,你也必须考虑拥有自宅的非财务性理由。 但更重要的是,佣屋还有你应该考虑的社会性理由。 购屋的重点不是要不要买,而是合适买。 虽然,买房不太可能是一种优异的长期投资,但有社会性理由支持你或许应该购屋。 根据消费者财务调查,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,2019年时,美国的拥物率为65%, 45检视所得与财富水准较高的加级单位,他们的拥物率更高。 举例而言,美国普查局U.S. Census Bureau的研究人员发现, 2020年时,所得高于所得中位数的美国加级单位的拥物率高达近80%。 46我自己的计算显示,在,消费者财务调查中净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加级单位, 拥物率超过90%。 为何拥物是如此普遍的现象呢? 除了政府补贴和主流文化鼓励拥物,拥物也是许多美国加级单位累积财富的主要方式。 使用来自2019年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,研究人员发现, 住屋占最低所得层家级单位的总资产的近75%, 但仅占最高所得层家级单位的总资产的34%,47%不论你位居哪一个所得水准层级, 你的房子都可能是创造财富的一个源头,尽管这并不是最理想的。 更重要的是,购物可能是你此生最大的财务决策, 这是一个可被社会接受,且对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攸关制药的决策。 住宅决定你居住于什么社区,你的小孩读,什么学校等等。 若你决定终身租屋,莫关系,但你可能因此被排除于某些社区之外。 所以,买得起房子的人大都会买房。 因此,你应该思考的更重要问题不是该买房亦或租屋, 而是何时该考虑买房而非租屋。 购物的适当时间,当你能符合下列条件时,就是购物的适当时间, 你计划在这地点呆上至少十年。 你有稳定的私人及职业生活。 你买得起,若你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,你或许应该租屋。 下文解释为实模。 前文提到,购买一栋房子的交易成本介于房价的2%至11%, 因此,你应该要确定你将在这栋房子居住够久的时间来弥补这些成本。 务实起见,我们选择这范围的中间点,假设购物的交易成本是6%。 我们使用席勒所估计的美国房屋十字年报酬率0.6%, 这意味的是,美国住屋通常的经过10年, 其增值才足以弥补着6%的交易成本。 若你计划在一地区待上10年,但你的私人或职业生活不稳定, 那么购物可能不是正确的选择。 例如,若你单身时买了一栋房子,当你决定成家时, 可能需要卖掉这房子,换得更大的。 此外,若你经常换工作,或你的收入起伏甚大, 那么,贷款买房可能使你的财务陷入风险。 不论何者,不稳定性使你更可能在长期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。 所以,当你较能预测你的未来时,贷款买房最合适。 当然,未来从来不是确定的,但你对未来更透彻,更有把握, 你日可能叫放心的购物。 如果你买得起,你购物的放心程度更高。 所谓买得起,指的是你能提供房价的20%作为头期款, 并且把你的负债所得比维持在43%以下。 我选择43%这个比率,是因为这是你能符合申请房贷资格的最高, 负债所得。 比,一级维持在43%以下,你的贷款违约风险较低。 48再次提醒,负债所得,比定义如下,负债的所得, 比等于每月债款每月所得。 因此,若你计划每月房贷为2000美元, 你目前的每月总所得为5000美元, 假设你没有其他债务还款, 那么,你的负债所得比为40%一级2000美元5000美元。 若你的负债所得比更低,自然是更好。 此外,购物时,若你不需要支付高达20%的头期款, 仍然应该在有能力支付20%的头期款时,才考虑购物。 这个差别很重要,有能力支付20%的头期款, 代表你有长时间下来存足够的现金的责任感。 若你能付20%的头期款,但选择不付那摩多, 大概也没关系,我能理解, 把这摩多现金投入于房子这种较难快速变现的投资, 短期来说可能有相当的风险。 但是,能支付更高的头期款, 通常代表你买了起更贵可能也更大的房子。 若你正在考虑到底该存更多钱,买更大的房子, 或先买个起步房,以后再换得更大的, 我建议你等一等,买更大的。 因为考量到交易成本,最好是继续存钱, 等日后购买目前稍稍超出你预算的房子, 胜过先买起步房,今年后卖掉及换屋。 我知道,这听起来的冒险, 但购乌时,风险最大的部分是投机年。 历经时日,你的所得可能随着通膨而成长, 但你的房贷,还款不会。 我的外公外婆就有这种亲身经历, 1970年代的高通膨率使他们的实质房贷, 还款减半,十年后的1982年, 他们的实质房贷还款再度因为通膨而减半。 租屋者就享受不到这一处了。 不论你在购乌方面要做什么决定, 重点是要适合你的个人与财务境况。 购乌可能是你一生当中最大的, 最带感情的财务决策, 你应该花时间把它做对。 不论你目前落在租VS买房旅程中的何处, 你都应该知道存钱以支付投期款的最佳方法, 这是下一章探讨的主题。